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跑完金杯之后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赛程给他 给他休息一会 我们也是准备这一场去跑 所以这一场之前 我都给了三个集去试 他每个集都试得是理想的 因为他总是试千亿 试千亿他不能放多头 所以他也是在后面 不过他上来的气势都很好 到跑的时候 都是要看一下档位 因为很多朋友都问 放不放 看档位 因为档位是可以说主在一切 如果档位好 我没理由不放 这样就视乎档位 三只马之中 会不会 比如说欢乐之光 反而是秤高一点 欢乐之光是唯一 他需要漂亮的档 摆前走他会比较好些 他留住不是说不行 但应该是放头会好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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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